一、放下修行的时间,时间的长短并不代表一个人修行的成就。 二、放下送读的经文,读经的多少不代表一个人修行境界的高低。 三、放下自以为是的修行经验,成就佛道乐的方法如狠和杀的数量一样多。 你所体悟的,未必别人也一定要走,就算同样的路,因为走的人不同,感受也不会一样。 四、放下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时的争执,无正是真分昧,一个不能接受别人反对见解的人,永远跨越不了我值的屏障。 五、放下教导,帮助,度化别人的念头,别人若因自己的话而受益,供不在己,而是善缘成熟,他缘有智慧可以接受,好为人失责,必生道我慢。 六、放下所做的种种功的和好事,心无所住,一切都已过去,若菩萨不住相不适,其福德不可思量。 执着行善和功德,也是一种贪欲。 七、放下与大德法是结人的资本,大德的智慧和成就,并不代表你自己的境界。 光环是老师的,就算你借光沾了老师的名,如果自己不认真修行,仍是自欺欺人。 八、放下想让别人认可的心,要求皆苦。 心若为外物所关爱,就有恐怖担忧。 不要事事都想让别人认可,凡事执行而行,尽心努力,无怨无悔,随缘自在。 有、放下修行,不要认为修行就高人意的,甚至连修行的念头都要放下。 万无人,内无我,重无法,平常心事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